早安,又到了十月十七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了 首先和大家谈谈金融市场的情况 星期五的金融市场,整体来说都可以 看表现都不错,港股反弹了 虽然国内有些国有发展的感觉 看起来其他外围都算可以 不过不要想成交会好多 因为现在大家在等数据时 这星期有甚麽特别事会发生? 因为连续两个星期有比较大的事件 英国到泰国 有没有办法认识英国和泰国有何关系? 其实是有关系的 你想想一些电影 英国很多时间都在泰国拍电影 应该是泰国流亡的总理 流亡的总理现在在英国躲在 现在泰国离世 计任人应该与纪密接关系 所以大家要留意 虽然一年内泰国应该会比较闷 一年内泰国应该会比较闷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 我们去不去玩好呢?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会 一年不搞活动 一个月所有人会穿黑色衣 包括普通市民都会这样 电视都变了黑白 所以大家要留意 由始至中国泰国方面 虽然有很多活动 但我们作为旅客方面 其实也不是很危险 这也是事 但最惨是 害怕泰国的稳定作用 便会失去 因为泰国在二次元内 由他在位到现在 有20次军事政变 20次 即是数年一次 我想他离世总会有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不如谈谈谈股市 如果香港星期五会反弹 国内方面 上证收在3063点 升了0.08% 成交到1637亿 另外深城指数方面跌 跌了0.26% 收在10759点 成交价是2597亿 创业版方面 收在2194点 跌了0.65% 成交价是717亿 看指数 虽然大家各有方向 但拉运来看 好像差了少少 始终是严重了一点 有提及 流市 流市近期的政策方面 令流市有打击作用 开始有点 显现到影响力 国内经常说一线城市 标得很高 但很多学者都提及 国内一线城市是否过少 什么意思呢 只有北京上海 当天津或广州深圳 美国也有多大城市 所以会导致 城镇化 而房地产 雖然全部人都叫小康 但已经发觉 其实是供不应求 除非起码有10个以上的一线城市 才合理 所以大家也要明白 国内有些问题 这些可能改不了这么快 反而有点不太明白 香港地价贵 大家都知道 为何地价贵 大家都说得出 因为地少人多 但国内不需要荒荒地 所以要明白 国内会有一个 在政策上 大家心里有数字 刚才所说的问题 怎样都是供应不足 大家也要明白 如果真的买楼 除非没有办法 否则一定会选择 最方便 这是问题 而不是想炒价 价是奉价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事对国内来说 可能是要比较大的改革 在我眼中不是一个正比 因为租金 与楼价升幅不是一致 所以大家也要明白 这事对大家会觉得 国内的消费力 担心会有拖累 这是事实上 因为这是长期投资 究竟是好还是慢 我不敢说 作为一个国家 楼价或买楼的人的取向 很难评估它是对或错的 但它的行为就是这样 在今年的经济上 虽然欧美的经济刺激 好像不太厉害 但如果大家仔细留意国内 你发觉国内 差不多每个月 都起码有一两个大型的项目 去研究未来经济发展 你会发觉大量有很多这些 国内有很多计划 因为它发展中 所以大家如果拿开有色眼镜 你会发觉他们做了很多正面的事 而且颇规划未来 反而会见到他们有很多计划 你不要理会成功与否 但起码你会见到 它需要的所谓资源 其实是多 所以其实是一个 尤其是现在 你发觉你想找些东西回报 不想短线回报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在做的 大家都要记住就是去产能 所以所谓黑色系列的东西 其实波幅也很大 有时上升得很厉害 有时跌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 国内科技相对落后 但其实去到现在 因为没有所谓破坏性创新之下 反而很多科技已经去到平颈 反而是有利国内 将它做便宜做大做强 其实国内有更多条件 去发展多的所谓特色行业 而且一定会有一定的市场 我们不要拉太远 首先讲最新近的事 国内出了一个数据 也挺令人振奋 就是9月份的CPI 同比升了1.9% 预期的1.6% 前值还最低1.3% PPI同比升了0.1% 其实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它结束了4年半 即是54个月的跌势 这真是很有意思 因为大家记得 一直说这个数字 是由它刺激4万亿之后 到现在 一直在继续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上到来 其实已经代表了 国内内需其实是上来的 大家要知道 PPI其实一直反映 国内经常说有产能过程 事实上 PPI一直相对地压力会比较大 但现在这样上来 而不是出口增加了 是自己要了 所以这些事是要留意的 可能已经在出口 每一次一提到释放中国消息力 我都觉得这些事是很震撼的事 不知为什么 我一听到这几个字 你是应该震撼的 当中国开放的时候 国内很多同胞来香港旅游 已经触发了很多事件 甚至去到外国旅游 有一个震撼 所以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因为人多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事 可能人多好办事 有些搞乱 可能就是这样 不如我们听说 欧洲方面 欧洲方面 星期五来说 不错的表现 德国的Dex 指数 升了166点 收在10580点 巴黎的Cat 指数 升了65点 收在4470点 英国的富士指数 升了35点 收在7013点 欧洲方面 欧洲问题 也是退欧的问题 最重要是德银的问题 两个大问题 退欧问题 先说到退欧 伦敦的房价 不知是否赖了这件事 创造了09年以来最长的跌势 跌幅 虽然不算很多 8月份房价跌了0.6% 但连续5月下跌 未计计会价 相差多远 最惨是前面买了那些 还未算很明朗 房地产没人炒几天 也不可以炒1个月 可能有些讯号 可能有些讯号 未来的伦敦方面会怎样 会否从一个富国 或比较大的国家 将自己的规模缩小 为了生存 这件事大家不要想着是小事 虽然退欧未做到 但英国的跌 会加速其他英国的联邦 苏格兰的压力 经济仍然刺激 会否因此造成风险增加 即是一个周期 从未发展到已发展 已经成熟 开始衰退 10月份开始 市场动荡 的确是因为绑跌而起 波幅拉大了 可能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头痛的问题 不过来说 欧洲有很多头痛的问题 不断有 当然是德银 德银 未来的做法 可能在美国方面的业务 会缩减 为了避免 不过来做生意 不如不要跟他做生意 希望他可以 但始终 这件事 很难说 因为美国方面不是说 现在业务有什么问题 是经常抽出以前的问题 然后就来罚你 其实我现在都面对这问题 他要你拿回规模去计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们虽然做经纪行 没有什么特别跟美国关割 但因为我们有美国期货 给客户做 他们都听到我们喊救命 所以很难搞 既然说到美国方面 美国星期五都可以 读情思指数 升了39点 升幅是0.22% 报收到18,138点 另外标准普遗指数 升了0.02% 报收到2,133点 大概升幅不足1点 纳斯塔指数方面 升了0.02% 升幅不足1点 报收到5,214点 美国方面 讲来讲去也是两件事 第一是大选 第二是息口 其实比较容易估计 息口方面 讲来讲去 总有一些联储官员说 今年会加息 好像星期五 纽约联博署局的主席 说到今年有望加息 但美国财务部 美国的 耶伦在星期五也说到 会维持高压经济 这事就比较抽象了 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高压经济 他有说的 他要维持需求 稳健增长 另外第二方面 是收紧务动市场 很明显是硬谷 经济数字 即是说他一定要 讲白点 谷谷谷谷谷的内需 就在务动市场着手 简单的想法 这事其实 耶伦已谷谷了很久 是的 这个是对的 但谷谷谷谷谷 现在谷谷到差不多 不能再谷谷了 他仍然在谷谷 是否没有洗方法 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洗方法之下 怎样加息 这是一个疑问 另外一个问题方面 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美国 刚才我也想说的 就是财务部 财务部星期五重新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这有些差异 因为现在在选举期间 现在和政府所谷谷 其实是否有何特别含意 我详细地说 美国财务部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 最后一次说 因为已经完 最后一次说 再一次是否认中国是一个汇率操控港 即不是 如果中国已经不是 其他日本那些怎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现在他对中国的态度 抱着什么态度 大家真的要想想想 怎样搞 特别是奥巴马方面 他想了很多事情 在亚太区又要重返亚太区 有很多对华政策 甚至乎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是 对的 之前也和中国想很多负面的事情 对的 但未来又会怎样 会否有多些不同事发生 大家真的要想想 但因为大选是来的 所以难不想一些未来的影响 三星期左右就到了 所以大家要想想 其实应该 今次有多大变数 我希望特朗普赢 到时的变化 仍然惹人惹 看看会怎样 因为时间差不多 我们不如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里谈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